各位好 今天我们去说一说 基督教是一个怎样的宗教 提到基督教 大家一定不陌生 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 因为你从小到大一定见过教堂吧 看到过十字架吧 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吧 还有你也一定听到过 那让人宁静致远的宗教音乐 圣歌和赞美诗 对 这些都是跟一个宗教有关 基督教 基督教发源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 创始人是耶稣 基督教就是以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 提倡一种对上帝的信仰 从而获得一种救赎和解脱 基督教其实就是一种超验性的宗教理论 关注的是彼岸世界和天国世界 人的灵魂如何才能够获得救赎和解脱的问题 基督教与佛教 伊斯兰教 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宗教 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方面 基督教都堪称是世界第一大宗教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尤其是当今的西方社会 发达国家 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主导的国家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基督教的起源问题 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 在公元三年的时候 罗马人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区 罗马人的残酷压迫 让当地的犹太人痛苦不堪 战争的失败让群众感到无能为力 感到一种痛苦和绝望 这时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一种宗教的世界 生活已经如此狼狈不堪了 希望赶紧出现一个救世主 来拯救这一群苦难的人民 在现实争斗中失望 转而在精神层面 从宗教中寻求出路 这个时候 基督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就应孕而生 绝望的现实状况 让人们对彼岸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希望 公元一世纪 基督教首先产生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会 最初其实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犹太宗教 它的成员以真正的犹太教徒自命 但随着越来越多非犹太教人被吸引到基督教的社团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义 组织制度和礼仪等 这样到二世纪中叶 基督教社团已从没有自我意识的初期阶段 发展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具有独立形态的基督教会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基督教的教义 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就是圣经 圣经包含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 其中旧约部分也就是犹太教的经典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 里面都有一个约字 约就是指契约 用来表示上帝与人所建立的关系 旧约是上帝和犹太人定立的契约 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遵循上帝制定的律法 以得到上帝的庇佑和拯救 而基督教则认为 随着犹太基督的降生 死亡和复活 上帝已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做工 换句话说 上帝与人定立的契约已经被更新 所有人 而不仅仅是犹太人 都可以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 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教从犹太教里脱胎出来的过程中 在教义上摆脱了犹太民族性 成长为一个普世主义的宗教 这样一个普世的基督教慢慢发展壮大 成为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宗教信仰 基督教的教义主要强调了三大学说 上帝创世说 原罪救赎说和天堂地狱说 这些教义的核心思想便是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对天国的向往 从而让人们摆脱现实世界的痛苦 寻找到一种解脱 所谓的上帝创世说 就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 而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人们的救世主 原罪救赎说 原罪指的就是亚当和夏娃 偷食禁果的故事 我想这个故事 大家一定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 在伊甸园中 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出于爱的命令 偷食禁果 想要脱离造物主而获得智慧 从此与上帝的生命源头隔绝 致使罪恶与魔鬼缠身 最终难逃病痛与死亡的结局 亚当和夏娃的罪过 成为了人类的原始罪过 这就是原罪 而这个罪过 是需要耶稣来救赎的 人的希望在于信奉耶稣基督为主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并且他在三日后复活 是悔改相信他的人的一切罪恶 都得以赦免 并能得到胜过魔鬼与死亡的永恒生命 这就是一种从原罪中获得救赎 那什么是天堂地狱说呢 天堂和地狱是基督教的重要观念 在通俗的观念里 天堂被理解为行善的奖赏 而地狱则被认为是作恶的惩罚 但事实上 在神学家看来 天堂是被信 妄 爱 三大原则所指引的生命的完成 是存在的圆满状态和人类生存的上限 相应的 地狱则可以被视作存在的丧尸 和人类生存的下限 地狱的状态是本真人格实存的堕落 地狱是罪本身的结局 而不是外加的惩罚 总的来说 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传达 信 妄 爱 信就是要只相信耶稣 才能够获得灵魂的救赎 妄 就是永生的盼望 而爱 则是神爱世人 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类 耶稣爱世人 为世人定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死而复活 所以世人也要爱神 爱他人 好了 以上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 基督教的基本情况 我们知道了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也知晓了基督教传达的基本思想 今天的节目是从宗教神学的层面 给大家做的分析 因为宗教其实强调的是 人精神层面的寄托 强调灵魂 彼岸 对天国世界的向往 看得比现实世界更加重要 基督教强调的就是一个信仰维度 下节课 我们将会对基督教的灵魂人物 耶稣基督做一个深入的介绍 从而对基督教和教义 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感谢收听 下期见